原警衛在林姓老翁的身邊 不斷勸說希望他冷靜 不要把定存的老本拿出來投資 他們說的群組 就是打著投資虛擬貨幣的LINE群組 老翁加入後在成員的慫恿下 投資2000結果獲得1000 50%的利潤 讓他立刻到銀行想要解除 一百一十八萬的定存來投資 但行員和警察都懷疑 這是先給你小甜頭 再騙大錢的手法 在網路上疑似碰到詐騙的 不只有這一名老翁 一名六十六歲的男子 也到銀行要匯三萬塊 行員問要做什麼 他說要投資名牌包 香奈兒 香奈兒的喔 就是比較便宜賣給你啦 然後你在 我們要付出這筆錢 男子說是透過女網友介紹 可以用便宜的價格 買到名牌包 只要轉手變賣 就可以獲利好幾萬 因此到銀行要匯錢 但行員一查發現 他要匯款的帳戶不對勁 男子工程女網友自稱任職 某間大公司 因此才能便宜買到名牌包 他還特別去Google 確認有這間公司才去匯款 沒想到還是差點上當 還好原警漢 行員機警才沒被騙 我是新聞文靈禮品 新台主 想要獲取更多新聞資訊 想要看到楚國最新的動態 趕快訂閱華視 YouTube頻道